这里可不是什么老屋咖啡厅 而是近期串起的台南老屋沙拉专卖店 有个有趣又贴切的名称 就叫做教材 在台南这个老地方里面遇到这个老屋 那想用在地的食材 简单的烹调 那做出另外一种不同的方式 那融入台南这个古都 可以做一些让大家吃得更好 吃得更健康 带出更好的生活 这里不仅提供丰富配菜选择 且大量采用台湾小农食材 标明产地来源 更坚持以食材特性事先烹煮调味 再搭配自行研发的蘸酱 做出独特美味又健康的沙拉 这里的空间设计也大有来头 将现代化时尚铁键元素融入老屋 还打败各国高手 拿下2017年经典设计奖 空间设计类角像 产现出不同以往的老屋风情 我们是想如何思考说将老房子注入新生命 我们就将这些衣诊单啊税单 还有一些老工具 遗留下来的一些建筑土 我们将这些东西注入 在这个新的空间里面 如何将老房子重建记忆 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任务 希望一些现代的元素 能将这些老房子重新活用 所以我们将一些进口的五角砖 跟一些杜钛的古铜元素 然后把一些原有的一些旧记忆 全部都留下来 像一些阁楼啊 然后斑驳的墙壁 那像其实在国外这种 沙拉霸其实已经很流行了 然后我们在台南这种最特别的 拥有像台湾京都一样的地区 能做一个像这样的山空设计 其实我真的觉得 是一个很特别的记忆 所以我们当初在施工的时候 都会告诉师傅 希望他能把全部的东西 不要破坏掉 然后一砖一瓦的都保留下来 因为这个是一个 很珍贵的一些回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